很多人都不知道 当初陈香如谢这部剧 让杨子受尽了多少委屈 陈香如谢顶着大制作名头 开拍前为何不被观众看好 到底是杨子的演技不行 还是诚意的流量不行 其实都不是 剧组接下来一系列的操作 直接把这部戏差点断送 这部剧是欢瑞旗下的 他想凭借这部戏让公司再火爆一把 正巧当时景田凭借斯腾 这部电视剧人气高涨 欢瑞想蹭一下这个热度 就邀请了景田出演这部电视剧 无庸置疑的是 陈香如谢这部原著小说 在平台山就极其火爆 改编剧的导演和配置都不低 这对于女演员来说是一个香波波 景田对于这部戏非常满意 于是就接下了这部戏 但是在开拍前 却收到了景田此演的消息 有人说是景田粉丝的反响太过激烈 也有人说是景田的团队 觉得他和陈毅搭戏不合适 不管谁说的对 但是景田此演这件事 已经成为了定局 这时候的陈香如谢 从一个香波波 变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 走投无路之际 欢瑞就找到了即将离开的杨子 让他来救场 陈香如谢对于杨子的作用确实不大 因为杨子已经出演了一部仙侠剧 那就是《香蜜沉沉静如霜》 这部戏播出后 就收到了无数网友的好评 也许是考虑到和欢瑞的交情 再加上他跟诚意也是好朋友 杨子还是接下了这部戏 但是这样好心的杨子 却被剧组被刺 当时叶青在剧里 要饰演杨子的双胞胎妹妹 但是开播前 却被导演组踢了出去 很多人都说是杨子为了分事两绝 所以挤走了叶青 杨子知道后赶紧发文澄清 说他出演女主是为了救场 也没有把人挤走 尽管如此 还是有网友在到处讽刺他 直到陈香如谢开播后 有人说出了事情的原委 大家才知道杨子 确实是被冤枉了 只能说杨子这次的救场 不仅没得到好评 还被网友指责 杨子这次真的是太惨了 同样是生理期不做任务 为什么杨子让人心疼 杨颖则是被人骂 在高能少年团节目中 有一期节目是 节目组让所有嘉宾 赤着脚站在零下30摄氏度的天气里吃冰糕 但是这一天的杨子正好特殊时期 不能着凉 为了不耽误游戏的进度 杨子赶紧找来了自己的好朋友张一山 他想让张一山替自己完成那个任务 令他没想到的是 张一山在这一天未病正好发作了 他没办法替杨子完成这个任务 走投无路的杨子 不知道怎么办了 这时候王俊凯突然站了出来 他说他来替杨子完成这个任务 王俊凯毫不犹豫地脱下了袜子 直接赤着脚站在那个雪地里 吃起了冰糕 杨子看到这一幕后 被王俊凯深深地感动到了 从王俊凯开始替他完成任务的那一刻起 杨子就一直在给他加油打气 还一直在那感谢王俊凯 节目播出后 不少网友对杨子感到心疼 但是杨颖也有过类似的事情 为什么却不受网友理解呢 在某一期骑行节目中 杨颖要与七收老徐 完成为期五天的骑行任务 除了第一天顺利完成 后面几天全都是没有完成 因为第二天杨颖骑晚了 所以 他选择搭车去追赶老徐 好不容易骑了一回 杨颖却表示自己不行了 他说自己是生理期 到了第三天 老徐本以为杨颖会骑车追赶他 没想到的是 他又是坐起了顺风车 后面的几天更是如此 这样的行为 甚至连导演都看不下去了 只能说生理期并不是用来偷懒的借口 原来让沉默寡言的张艺兴一秒兴奋 只需要一个杨子 直到看到沉默寡言的张艺兴 在遇到杨子后 开始兴奋起来 我才知道他们俩到底有多好客 从杨子来到蘑菇屋的那一刻起 张艺兴脸上的开心 就再也没有藏住 在靠劳作去小卖铺换东西的时候 张艺兴更是展现出了 什么是男友式的宠爱 丝毫没有考虑自己的喜好 直接把杨子都喜欢的食物搬回家 一向在外人面前沉默寡言的张艺兴 在杨子面前却忍不住大秀才艺 开始自卖自夸的模式 杨子问他会谈晴天吗 张艺兴直接回答全能 在杨子尝试雷茶时 因为这个雷茶是个体力活 杨子想要把这个活转交给张艺兴时 张艺兴却拒绝了他 还是黄老师出面 张艺兴才去做这个工作 看着张艺兴这乖巧的模样 杨子忍不住出言嘲笑 在送别杨子的时候 张艺兴还特地穿了一件 带有红桃A的衣服 因为是两个人之前玩的游戏中 张艺兴抽到的关系 是两个人是红桃A 不仅如此 张艺兴还穿了一条紫色的裤子 真的是让人狠狠地磕到了 本以为这期节目的录制结束后 两个人可能会像之前一样 毫无互动 但是没想到的是 在张艺兴的演唱会上 竟然看到了杨子的身影 即使两个人最终不是情侣 但是这两个人的友情 也是令人羡慕的